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呢也是原本啊我计划是做一个完美包桑 因为炮爪以及之前的命运女神我们都已经是做过了 本来呢我是想凑一个简简单单的完美包桑 但是啊这里给各位放账截图 我原本高追了一台因为命运女神已经是卖完了 我原本高追了一台命运女神 结果他给我发来的这个玩的 而且在聊天过的过程当中呢 我真的就是没有办法 因为真的是没有办法 人家给你说的确实对 所以说你要不喜欢你可以退货呀 退货退款都可以的 人家也告诉你了 但是吧 这盒墨星我连连带带 因为最近过年嘛 快递慢 这个我可以理解 这盒墨星我等了他五天 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做他两台评测 我一直在等这盒墨星到了 我准备做一个完美包桑 然后我到了你给我发错了 然后你告诉我说你可以退呀 说句实在话 因为这个时候确实是一个特殊时候了 因为疫情了或者说是因为快过年了 快递慢的缘故 这些都能理解 但是吧 来来回回的时间 我要再退回去 然后我再重新买一个 来来回回加起来 又得将近快有半个月了 我不是说快递员都送的慢怎么有利的 因为这个大家都理解 毕竟是一份工作 我也干过快递员 但是吧 你店家不能这么胡闹去骗人 那我真的是 你赶紧走必得了 那么牢骚发到这里 我们简单来看一下 这次所带有的摆价质量 因为这个和1比48的摆价质量 我也是已经开车看完了 所以说呢 里边的西苏包装也让我直接扔了 盒子挺大 但是里边的板件呢 就仅仅只有两大块板件的 而且不多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款透明件的 整体的这个黄色透明件发色呢 我个人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 但是依旧是带有这种某些光照下 会有这种流胶的痕迹 而且这个透明件 差不多的目前价格是在 10块钱左右 或者是10块钱以内 整体的黑色透明件我个人呢 感觉不是特别好的 整体的划痕会比较多 而且内部的杂质可以看到呢 是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黑色透明件给我的感觉就是 一点也不好 然后这里边呢 还剩下一个胸部的透明件呢 这个地方呢 完完全全是因为中奖了 因为内部有一个气泡 可能这个东西啊 没有什么人去问津 所以说呢 至今这一批货也没卖完 然后呢 这个也是一张普普通通的 识明书了 我们就不去细看了 剩下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白的以及黑色吃的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素质表现 那么左边是爆仓鸟的 右边呢 是独角兽一号机的 整体的板件量 其实呢 也是比较多的 两款木型 木型的均价 都是在35元 首先爆仓这边呢 提供了一把金色成银色的 皮特叶 这些常规套座了 再来呢 就是光束网络南部墙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缩胶 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整体的板件细节 还算是能看 但是这一把呢 依旧是黄痕比较多 我不是特别的满意 然后骨架部分零件的话呢 这些啊 都是常规操作了 同模幻色了 因为独角兽啊 我们已经是做过太多太多了 无论是MG PG HG 还是说SD 我甚至都做过 SD做过齐悦的那个 已经是做的太多了 像MG EX和RG了 我是真的没有做过 因为 真的是完全不感兴趣了 然后 这一把的 黑色零件部分 整体这个黑色零件的发色呢 其实还好 但是上方的滑合啊 会稍微的多一些 而且缩胶的话呢 也会明显一点 那么精神力感应框架 我们一会再谈 包桑你要的贴纸呢 其实就比较多了 主要都是一些 在零件表面的细节喷口了 这些呢 都是包桑所附带的了 然后整个包桑的 藏蓝色部分的话呢 这个板件质量 其实看上去 还是比较好的 细节刻画也还算可以 但是部分细节 依旧是有这样 类似于滑合一样的东西 也算是 大半HG的一个 正常水准了 然后这一板的黑色零件呢 也是完完全全的一样的了 这些都是主体部分 同模换色了 那么在5G装备方面呢 因为这一次所提供的是 炮爪的包桑 所以说也是毁灭 提供了毁灭模式下的 VSBR炮 以及这个爪子了 但是这个部分的板件 怎么说呢 滑含真的是好多呀 这个地方看上去 就不是特别好了 如果说给它上个消光 或者说打磨一下 可能会更好 那么还剩下最后一板的 藏蓝色板件 这一板的藏蓝色板件 其实看上去呢 相对对说 还算是能看得过去的 但是这种划痕啊 依旧是比较多了 我们简单拉近 细看一些细节的话呢 可以说 真的不算太好吧 反正这个包桑的板件 我不是特别的满意 但是在这个精神力感染框架方面呢 而且这一次也是 完全全没有提供透明件的 是提供这种比较亮的 或者说是发橙色的 金色精神力感染框架 因为不是透明件啊 所以说呢 可以说在整体的显色方面 可能会要比 命运女神那个要好一些 虽然说命运女神 那个透明件比较好 但是呢 因为底下都是黑色的 所以说最后成见的效果呢 其实就是不是特别的透亮 比较 现在实际上 我们来看一下 一号级的配色 一号级啊 在整体的板件质量方面呢 看上去 要比那个藏蓝色的 要好一些 但是白色零件表面 内部呢 还是带有这种 黑点的小杂质的 这一点啊 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了 但是至少在零件表面的 细节方面呢 都处得好一些 透明件方面 一号级是采取了 纯透明件的 这个部分呢 都是采取了一种 类似于雪橙一样的 这种红色的透明件的 反正我个人啊 真的是挺喜欢这个配色的 那么剩余其他的 武器轴备方面 就是和二号级的 完完全全的一模一样的 都是同胞贯色的 这些没什么好说的了 PC件方面 是提供了一个 红色的PC件 之后剩下的这些啊 然后天线部分的话呢 是采取了一个成型色 不是金属成型色 然后其他的一些 骨架关节零件部分 背包 脚底板 这种的 显一点的藏蓝色 剩余的白色部分 零件的话呢 相对来说 质量也是比较好的 但是杂质啊 依旧是不可避免的了 所以说单论 这两款模型来说呢 我个人更推荐 各位先去买一号级 如果说真的有喜欢炮爪 或者喜欢这种 这种精神力感人框架的朋友呢 那么二号级 也是可以进行选择的 这两款模型 我也会尽快的变完 到时候呢 给各位做出一个 简单的评测 至于内核发色的模型啊 因为我实在是懒得退了 因为来来回回 实在是太费时间了 就准备作为 这一期评测的 不对 下一期评测视频的 抽奖送出去了 那么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评测见